陈东创作 头驼渊 小桃红 为您播讲的 盛须 后期制作 平海临风 第1697集 9号哭了 一一声龙吟 五疯子展现出部分真龙躯体特征 景象骇人 这是妙述的体现 亦是世间最强肉身之一的轮廓的呈现 人们心中一沉 难道当年龙族也遭过五疯子的血洗吗 被他得到该族的最高妙述 哭的一声火光滔滔 一对金乌翼在他身体两侧出现 难道说 这是各类最强先秦 一荒兽妙述的叠加 人们头皮发麻 在修行界有一种推演 有人开创过万寿拳 先秦搏杀术等等 唯能阵势 但是却都没有另一种叠加术吓人 那就是将嘴强的一荒兽足 与先秦类生灵的杀手锏 融合在一起进行妙述的叠加 若是成功 等于贯通万法 打遍万界无敌 不过 这只是理论上的玄功 从未有人成功过 现在五疯子在施展 已经有数种传闻中生物体征 在他身上浮现出来 恐怖气息弥满 极其可怕 连他的法司飘动时 都割裂了虚空 一根法司坠落的话 都能杀掉很强大的进化者 这一幕让阳间的各族生灵 见到后几乎要窒息 你不可能成功 不过是暂时叠加 看我一拳破尽诸天万法 九号大吼 法司凌乱了 张嘴是呼啸 鼓宇咒 震动天外一气地 目光森冷 光束划过整片漆黑的星空 他施展出一种拳法 金光在体内绽放 以一点维生机 喷勃开来 而后喷勃壮大 红杀一切阻挡 并且在他的身体外 还有一层血色光环 势红如同晚霞 笼罩其身躯 终极一犬 这同楚风所得到的那篇经文 所记载的一模一样 但是想要有所成 想要练到一定境界 实在是太难了 古往今来 就没听说过 有人能够真正的练通 练到圆满境界 因为 这拳法的道路 前面已经断了 而且 接续上后 会发现 更前方依旧断层 老古说过 他大哥黎达也在练 需要借鉴最强脊足的 究极呼吸法 也需要战场上的 万灵血液微影 才能接续断路 提升这种拳法 哄的一声 两人大碰撞 杀在一起 简直是要打破现有的世界 要重新开辟天地一般 越来越像 除缺他 还有人练这种无用拳吗 五疯子自语最后 低贺 我不管你是 李达解释还魂 还是他的师叔 今日 杀个彻底 他轰隆隆震动 自身气息不断提升 同九号 决一死战 到了这一刻 阴阳图对抗 时光轮 九号 血拼五疯子 他们纠缠在一起 不仅妙术不断绽放 还开始肉身搏杀 这个层次的生物 肉身都极其坚韧 都是不朽不坏的 各种动作连贯起来 就是肉身图仙术 轰隆一声 天地巨震 他们 接剧烈颤抖 不断碰撞 不断的轰杀向对方 光树纠缠在一起 终于 这一次九号找到机会 抱住了混沌物碍中的 模糊身影的大腿 他当即就是一正 有些恶然 死杀了半天 这五疯子居然是毒腿生物 只有一条腿吗 他相当的惊诧 怪不得不见对方出腿 始终被混沌笼罩着 且密布了特殊的能量 阻止任何人探索 九号大怒 你是怕被我吃掉吗 他妈的 居然就来了一条腿 他背后的阴阳图转动 对抗五疯子的时光轮 以及对方的末盘拳的轰杀 他自己则抱住那条大腿 吭吱一口 就咬了下去 天上地下 所有可以见证 这一幕的强者 无不实话 无不惊恶 感觉风中凌乱 他居然在这种关头 还带着执念 真是念念不忘痴人大腿 咳查一声 火星四溅 九号的牙齿那里冒火花 像是在跟金属碰撞 那条毒腿太结实了 不过到头来 混沌中的那道模糊的身影 一声闷哼 低笑出声 满头发丝凌乱 怒不可恶 其大腿真的被啃坏掉了 局势皆惊 九号再吃五疯子的大腿 然而这一刻 九号的反应 却超出所有人的预料 他都带着哭腔了 什么情况呀 这个大魔头 这个盖世魔王 吃了五疯子的血肉 居然哭了 真是紫月 约了个地狱拳呢 他恼羞成怒 气到受不了 怪不得只有一条腿 这他大爷的是一只 独角铜人术 铜体化形 当场便让九号怒了 这应该是五疯子的兵器 让他给啃了 他大怒 该死的五疯子 真是怕他吃吗 不仅不是其血肉之躯 而且来的兵器 都是毒腿的 但是 世间绝对要因此而震惊 五疯子的兵器 那是阳间各种无上材料 熔炼在一起后 淬炼出精华 最后有血迹 这才成功的 九号 居然一口就给咬掉了一大块 将那只独角铜人术 给咬坏了 所以 这一刻 九号抓狂了 恼羞成怒 咬错 冻下了牙齿疼得要死 从来没有这么失误过 在他看来 真是不可饶恕 我不管你是李达 还是其师叔 这一事 你显然远不如我 我真是若是出事 抬手灭你 独角铜人朔 寄居着五疯子的一道意志 等同于就是他 这般开口 冷酷无情 同时也自信 可以横推 古今无对手 你以为 九族我是真神吗 九号也在咧嘴开口 白生生的牙齿 反出冰冷的光泽 让他看起来越发的冷酷无情 真正的大魔王 气质 尽显无遗 九号发狂了 满头一夜草般的发丝披散着 双目中 两刀冷电 划过天外一气地的黑暗星空 照亮寂灭之地 他咆哮着 口中绽放的都是原始符文 以及开天符号 周身更是被浓郁的秩序链条缠绕着 向无疯子杀去 他怒了 因为他咬错大腿 牙齿疼得冤 全光像是数十颗太阳炸开 照亮黑暗与冰冷的宇宙废墟之地 杀 无疯子也在全力以赴 想扼杀九号 扑的一声 他张嘴间 就是一挂星河 采集原始宇宙的星辉 济炼而成 跟自身的大道融合在一起 号称压制诸天敌 这就是五疯子 玄公庙术无穷 都不带成样的 有一大杀招寄出后 天地变色 星月都暗淡下去 这片一气之地 附近的一些究极强者残骸都炸开了 至于残缺的星骸等 更是焚烧 化成灰烬 你敢拿口水喷我 九号咬牙切齿 张嘴间 喷出一口仙天气 采集于混沌中 是诞生在开天前的精粹 这是修炼呼吸法者 最稀缺的东西 将之炼成本元气 与自己同步呼吸 可与天地脉动同步 掌握大道碎片 起伏的规律 哄的一声 一口开天气爆发出去 同内挂星河撞在一起 两者间发生湮灭现象 星空大裂谷等浮现 密密麻麻数不过来 黑的圣人 深不可测 像是有一只 起源时代的凶手 横跟此地 在以冰冷的宇宙 空间为食物 血洗生命星球 两者间的对决 太可怕了 阳间的进化者都胆寒 换成是他们 进入天外一气地的话 连喊叫一声的机会都没有 会直接成为飞灰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